没有人比一纸单的男主角更清楚 跟金圈太子妃白百合在一起到底有多爽 2017年白百合被拍到不仅和神秘肌肉男秘密约会 还玩起了摸屯杀这类刺激的游戏 令不少吃瓜群众大吃一惊 要知道白百合可是身价超63亿票房的女主 而小鲜肉如此讨好白百合 难道是想靠着年轻富婆实现人生逆袭吗 就当时白百合的身价来看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毕竟此时的白百合作用北京1600多万的豪宅 而关于白百合和陈雨凡的婚姻 曾一度献杀众人 人民网曾如此评价白百合 她是新生代议员票房长门 性嫁比最高女演员 无公害女星 治愈系女王 小妞电影代言人 而作为与全组合之一 陈雨凡长得并不帅 但贵在歌唱得好 在左翼横翼的才华 魅力丝毫不输任何颜值明星 遗憾的是郎才女帽的夫妻俩 把婚姻演变成了一场事故 2015年陈雨凡白百合 一起参加了奔跑吧兄弟 节目中有一个泼水的游戏环节 当时白百合泼陈雨凡冷水 泼得太干脆了太狠了 甚至被一些网友质疑 两人是不是感情出了问题 2017年狗仔卓伟在泰国 拍到白百合与南摩斯会 可以看到 即使在公共场合 两人也是相当肆无忌惮 白百合瞬间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随后陈雨凡发长文 表示两人早在2015年就已经离婚 字里行间人们看出对白百合的保护 而白百合从头到尾都没有做出回应 这让网友都觉得陈雨凡才是那个受害者 因为这件事白百合的事业跌到了谷底 沦落到无戏可拍的境地 而陈雨凡也没有再出新作品 后来宣布退出娱乐圈 与全组合从此也就销声匿迹 2018年陈雨凡涉嫌吸毒被警方抓获 看到这里很多人才发现误会了白百合 白百合一直不做回应 是给陈雨凡流足了面子 而虽然从顶峰摔到了低谷 但白百合这些年没有放弃 并一直努力着 时间流逝白百合的生活习惯也慢慢改变 棱角被磨合气质也慢慢流露出来 但它给人感觉仍像18岁少女一样 满满的胶原蛋白 皮肤白皙看不到一丝皱纹 有一种人间富贵花的状态 经历了那么多之后 白百合不仅十分坚强 而且对于任何事都有一颗平常心 之前和现在完全是判若两人的变化 压根不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 而离婚后的白百合也是愈发地赶穿 此前在一场活动上 白百合一席身V领薄纱礼服 可谓是转足了眼球 不得不说白百合也是够拼的了 也不得不说她这身造型 还是具有借鉴性的 明明让她的身材一览无余 却并未产生艳俗低俗质感 白百合选择了盘发造型 头发盘起来会比披头散发 看上去更有精气身更利落 而且更显得温柔 这款礼服薄纱是属于半透视面料 会衬的肌肤若隐若现 肤色越白越显得有魅力 白百合这身身V薄纱礼服 选择的是裸灰色 在她的衬托下 就算是白黑黄肤色都能白好几个度 结合身V的剪裁 让白百合的性感曲线 可以展现得淋漓尽致 低胸身V的设计露出性感的视野线 并且增加了胸前的露肤度 这样的穿搭看上去蛮有女人味的 再加上这种裙摆是公主裙的标志 既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朋感 也彰显出公主裙的华丽高贵感 整体而言白百合这身造型 无论是绣身材还是魅力 都被她稳稳拿下了 2020年白百合带着儿子 嫁给了和她同年的张思琳 次年11月她为再婚丈夫生下一个儿子 组成了幸福的四口之家 近年来白百合戏约不断 2022年在情感剧《我们的婚姻》中 白百合素颜出镜饰演家庭主妇沈慧心一讲 看过该剧的网友都说 白百合的演技真好 看不出演的痕迹 只能说作为演员 如果没经过生活的打磨 又怎能演出人物的精髓 正所谓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